你懂得这个道理 你的慈悲心生出来了 爱心生出来了 真诚的爱心 清净的爱心 平等的爱心 头一个你自爱了 这个爱是一定是从这里发生的 人不自爱去爱别人 是假的 他不是人的 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爱 真正懂的是 头一个是自爱 自爱才能爱人 所以爱人如己 那么迷惑点到 你爱也迷了 哪里是爱 不是爱 都错了 其实一迷就全错了了 学门者 即是学门者 我们前面所学的 以此设法了 信德为因 其大业用 这个大业用 就是宇宙的出现 万物的出现 生命的出现 那这些现象呢 这个就是 其大业用 另比学门 诸法 混融无碍 这个混融 跟前面讲的 和容无碍 是一个意思 和和跟混合的意思 相同 相同 原容无碍 重重无尽 那个玄的意思 就在这一句里头 重重无尽 故隐 学门 无碍 是隐隐 第一个 就是前面所说的 唯心 所信 我们把这个 声音 明白了 就知道 真的 我们生活环境里 确实 是无碍的 而障碍是什么 障碍是自己造成的 结果 一定要自己成当啊 古人所谓 自作自受啊 你可不能怪人了 怪人就错了 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说 好事 都归别人 坏事都归自己 这个话说的 非常有道理 能做到 能说得出 这不是普通人的 真正有德行 有学问的 他才能做到 唯心所信 为事出世间 一切诸法 唯一是真心所信 然而 法为心线 真正有德行 全法实信 全法实信 心济云荣 法业无碍 这把礼将进出了 礼似不二啊 礼似不二啊 礼似如是 似也如是啊 啊 所以我们要知道 啊 真心 就是自信 啊 自信 没有 形象 他不是物质 他不是精神 可是 在意念不绝的时候 他变成了物质 他变成了精神 啊 那精神现象 那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 就是自信 这 尖心 啊 禅宗的尖心 尖什么 就是在现象里面 豁然觉悟了 啊 原来就是自信 啊 就是真如啊 就是法性啊 就是佛性啊 啊 名词很多啊 一桩事情 你真的见到了 啊 相有生命 心没有生命 啊 心没有生命 是真的 相没有生命 是假的 真旺是一 又不是二 啊 现象是什么呢 原居原散了 原居的时候 他现的 原散了 就没有了 啊 所以原居的时候 不能说他有 原散的时候 不能说他无 啊 这个道理要懂 啊 你懂得这个道理 你的慈悲心生出来了 爱心生出来了 真诚的爱心 亲近的爱心 平等的爱心 啊 啊 都见到 你爱也迷了 啊 啊 哪里是爱啊 不是爱啊 啊 啊 都错了 就是一迷就全错了 啊 啊 所以肯定 啊 啊 啊 法 所以他要无碍 经营 知一切法了 极心自信是也 对华阴经上讲的 你什么时候 知一切法 极心自信 这叫开悟了 真的开悟了 晓得一切法 就是自己自信 诸法当中 不会有冲突了 不会有障碍了 今上莫后 还有一句话 故彼此 必有可和荣之礼 用的就是 华阴宣谈 最后一句话 故必有可和荣之礼 这个声音 每一句 最后一句话 都是用这句话 来做总结 阿 尼 陀佛 阿 尼 佛 祂 佛 阿 尼 佛 阿 尼 佛 好